周星驰亲手捧红的绝美星女郎近况,太少分醉火梅艳芳现世。 1.朱音。合作影片。 《赌盛》,《桃雪威龙》,《漫画威龙》,《新路顶纪》,《龙果鸡年》,《九品之马观》,《新京武门》。 朱音,《新女郎》中最受瞩目最美的女演员之一,1971年出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戏剧系。 1991年参演个人首部电影《桃雪威龙2》从而正式出道。 1995年在周星驰电影代表作《大话西游》中饰演紫霞仙子而获得更多的关注。 2.邱书贞。 合作影片,整人专家,录顶记,算死草。 邱书贞,1968年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开平市岳山镇。 1987年参选《香港小姐》,因被执政荣而愤然退出,同年签约香港无线电视出道。 1988年,得到导演王晶的赏识进入影坛,邱书贞堪称20世纪90年代的性感女神,号称性感到骨子里。 9.邱书贞和周星驰合作也有好几次,整人专家,录顶记,算死草中都有出演,应该说最让人记忆深刻的还是那个剑银公主吧。 9.邱书贞作为一个以性感出道的女明星,把湖内泼辣还有些受虐狂的剑银公主演了天真自然,深受观众的喜爱。 现在的邱书贞已经退出娱乐圈,结婚生子。 3.张敏。合作影片,《赌盛》,《桃雪威龙》,《漫画威龙》,《新路顶记》,《龙果鸡年》,《九品之马观》,《新京武门》。 张敏本是上海姑娘,1968年出生,小时候全家移居香港。 中学毕业后,投考亚洲电视台议员训练班。 1987年亚洲电视亚洲小姐及议员训练班出身,同年18岁的张敏在街边派发传单时,被永胜电影公司老板娘向太相众,加盟了永胜电影公司。 可以说她和周星鸡从周的星载时代一直到星爷时代,周星鸡奠定自己形象的最佳女婿,《赌盛》、《赌侠》、《青京武门》、《桃雪威龙》系列,到后来的漫画《威龙》,《九品之外观》都有她美丽的身影,两人多半饰演情侣。 同时,周的电影也成全了她,也使她成为90年代香港代表性的女星之一,也是所演影片票房收入最高的女星。 她在《赌盛》中扮演的启梦更是成为一代男女迷的梦中情人。 2003年后她扮出演艺圈。 4.张宇启 合作影片,《长江七号》、《美人鱼》。 张宇启,1987年8月8日出生于山东德州。 2004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剧学校。 2002年5月,张宇启签约周星驰的星辉公司成为新一任星女郎。 2006年周星驰电影《长江七号》开拍,出演女主角袁老师。 作为星女郎,即使在《长江七号》中的花瓶式背影,也美得让人心跳。 张宇启与周星驰那番要求解约,甚至打了两年官司。 再之后,周星驰与张宇启几乎断绝往来,再无交集。 但近来星驰被香港影视带哼向华强的老婆陈岚,向太,炮轰,张宇启出演维护,称他人超好,很照顾我,是工作认真的导演。 2016年与星爷再度合作《美人鱼》,影片中张宇启饰演的若兰一角,很辣霸气,美艳大方。 频频上网热搜,功气十足也圈了无数女粉丝。 精准拿捏的演技配合霸气侧漏的台词,追我的人从这台到法国,你居然去泡一条鱼。 给无数影迷留下印象深刻。 5.张柏芝 合作影片,喜剧之狼 张柏芝,1980年生于香港,1998年,张柏芝从澳大利亚的高中毕业后返回香港,被星炭挖掘,揭拍了一支柠檬茶广告,正式开始了他的演绎生涯。 因形象轻力秀美而被外界称为小林星霞以及绿女掌门人。 1998年,张柏芝被周星驰发掘,在喜剧片《喜剧之狼》饰演柳飘飘,把妓女柳飘飘这个角色拿捏得恰到好处。 1998年,张柏芝,十二亲吻,十二性感的柳飘飘令张柏芝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 1998年,张柏芝 虽然说星女郎的头衔并不是张柏芝爆红的开始,但不可否认在张柏芝的表演生涯中,星女郎是她最不能遗忘的头衔。 如今与谢霆锋离婚后的张柏芝 独自带两个孩子 赢得赞赏 6.黄胜一 合作影片 功夫 黄胜一 1983年出生于上海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 2003年出演首部电视剧《红苹果乐园》 剧中她饰演漂亮 优雅高傲的琳达 2004年 在周星驰为功夫选女主角时 黄胜一在数千人中脱颖而出 签约周星驰骑下星辉公司 出演功夫中压力一角 人们提到黄胜一 首先想到的是她在电影功夫中 那如水般的惊鸿一瞥 星驰狼的光环也让她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她也因此获得第24届香港金像奖最佳新人提名 星爷对黄胜一耗费了大量心血 她红之后不仅没有知能吐爆 反而是想要迅速地与星爷解约 在与星爷解约后 黄胜一就搭上了杨子拍了不少雷剧 后来黄胜一前翠就极其无名了 黄胜一把一手好牌打烂了 15年承认已和珍爱杨子结婚生子 7. 莫文卫 合作影片 大话西游 回魂夜 食神 蒜死草 喜剧之王 莫文卫 生于书香世家 是个混血儿 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莫文卫 和周星驰也算是合作得相当多了 差不多从95至99周星驰的电影都有她的身影 大话西游 回魂夜 食神 蒜死草 喜剧之王 都是她做女主角 很多人这样说 新女郎莫文卫 是演戏中唱歌最有味道最独特的 也是唱歌中演戏别有一番风采的 代表歌曲有她不爱我 阴天 剩下的果实等 几乎是首首都市经典 她参演的电影 也凭集自成一派本色出演令人称赞不已 在食神中 莫文卫扮演妖貌丑陋 经常抱粗口 但横讲义气 在妙结婚的古惑女 绰号双刀火鸡 石神捧红了莫文卫 也成就了莫文卫 与周星驰的爱情 曾经周星驰与莫文卫 陷入热恋 如今的莫文卫 已经嫁给外籍富商 8. 中立体 合作影片 酒品之马官 破坏之狼 加油喜事1997 中立体1970年 出生于加拿大蒙特楼 中月混血 毕业于加拿大魁北克大学 选美出身的中立体 进军香港娱乐圈 初爆之初就以性感形象示人 有性感女神 T.C. Candler 世界百大最美连孔的美誉 接连拍了白发魔女传2和偷天患日 而和周星驰合作的破坏之王 更是她成为当红女星 也因为这次合作而传出绯闻 但是周当时的真命天子 其实是郭富城 她们还合作了 酒品之外观和加油喜事1997 接住中立体怀孕 生下一女儿 2014年1月 中立体携小女儿 Kella 炎智棱 一起参加浙江卫视 人生第一次第二季 今年46岁 中立体与小12岁男友 张伦朔结婚 9. 拱立 合作影片 唐伯虎点秋香 上海滩赌胜 1987年主演电影《红高亮成名》 1989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1992年主演《秋菊打官司》 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1993年获得柏林国际电影结晶摄影机奖 同年上榜美国人物全球最美50人 论成就论实力 拱立绝对是所有星女郎中最有影响力的 毕竟她是华人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巨星 只是论星女郎中的表现而言 拱立却不是最出色的 唐伯虎点秋香中在老奈的正配配精彩演出的反衬下 拱立还是显得生硬和拘谨 其形象也和我们想象中的秋香有较大距离 拱立在学校都是学正规的表演 所以93年拍唐伯虎点秋香时 十分不明白周星驰的演出方式 她现在觉得后悔当初没向其他演员一起疯疯的演出 但是作为第一任某女郎 拱立的地位还是无人能够取代的 十 吴居如 合作作品 幻福成龙 上海滩 赌胜 加油喜事 陆顶记 千王之王两千 流氓差婆 无敌幸运星 陆顶记二神龙娇 赌霞二支上海滩赌胜 航运一条龙和二一族 TVB电视剧 等 如由女版周星驰之称 11 林允 2014年12 林允被曝光成为周星驰作品 美人与演员 林允 从2013年7月曾报名由中国第一网季网路饭娱乐平台 乐秀所举办的周星驰 是美人与角色争 美人与角色争选赛 比赛当中一路过关斩将 从12万人的网络还选中脱颖而出 进入43强 13强 并最终顺利签约 美人与电影角色 成功遇上 星女郎 的宝座 林允是彻头彻尾的影视圈新人 此前没有任何拍戏经验 星星女郎因青春甜美而受到星野青睐 在美人与中担任女一号 除了林允挑大洋任女一号外 邓超 罗志祥也将主演 就任星女郎张于继则饰演反派 从片场照和视频花絮中可以看到 林允长时间浸泡在水中 还要把头扎进水里 或是被威亚高高吊起 总之挑战不小 据透露 图中的水温低达十度左右 林允不但要下水 还要表演美人与蛋飞等高难度动作 星爷亲自在现场指导林允表演 他身穿的蓝裤子会在后期被替换为漂亮的鱼尾 林允清纯的外形以及白皙皮肤 被赞颇有大S与舒奇的综合体的味道 而早前已经展开训练的他 也已开始拍摄新片 他不仅长时间浸泡在十度左右的水中进行拍摄 还得上演美人与蛋飞等高难度动作 但看似娇滴滴的林允 对于这些辛苦的拍摄过程都不含苦 颇得周星驰喜爱 12.林兴侠 合作作品 陆顶纪二 想不到你们霸气又美丽的教主 曾经也是星驰狼吧 在1992年版的陆顶纪中 林兴侠曾是眼露一角 成为了星驰狼中不可忽视的一位 13.徐娇 合作作品 长江七号 徐娇 1997年8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 2006年出演长江七号后 被观众誉为星女郎 并评级此片获得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奖 当年你们看长江七号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小迪其实是一个女孩子呢 14.梅艳芳 梅艳芳 1963年10月10日至2003年12月30日 出生于香港 祖籍广西河浦 歌映双七发展艺人 香港演艺人协会的创办人之一 及首位女会长 合作影片 神子观 龙果几年 据说梅艳芳是星爷最喜爱的歌星 没想到两人搭档 演搞笑夫妻也那么有火花 一个是口才过人但手无腹肌之力的名宋师 一个是慕布什丁却武功高强的女丈夫 15.莉慧 作为内地第一位签约星辉公司的艺人 比起其他所有星雨郎的风光无限 莉慧可以称得上是星途最为暗淡的一位了 当年在电影《少林足球》中 那个踩住香蕉皮的女郎正是李慧 可惜并没有给观众留下什么影响 在李慧的演艺生涯中 除了在《少林足球》 《时审》等电影中打了酱油之外 再无其他有影响力的电影作品了 如今的《李慧》也只有混迹在各种小型晚会 与三四楼的电视剧中出演配角了 无补令人虚惜 16.蔡少芬 合作影片西游记之仙旅西元 九品之马观 说起蔡少芬 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是皇后娘娘 但是 早在她拍《甄嬛传》的很久以前 娘娘也是一位新女郎哦 17.陈德荣 合作影片 录顶记 师兄撞鬼等 说起这个名字 大家应该很陌生 但是夏图图仪式不是很眼熟呢 拒求动态的啊